LEN Channel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沒錯 阿倫現在仍然來到日本的池袋 池袋這邊有大家看到我在池袋 然後今天來這邊要幹什麼呢 其實今天要帶大家去看一個 日本東京市區內的水族館 對 沒錯 你沒有聽錯 就是東京的市區內竟然有一個水族館 據說規模還不錯 而且還有一個很漂亮的觀景台 重點是據說那個水族館 可以看到會飛的 飛在天空的池袋 池袋會飛 所以今天就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池袋的會飛的池袋大概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那個水族館從池袋車站走過去 大概只需要花7分鐘左右吧 然後我們就實際的帶大家去看看那個水族館 順便去看看池袋是不是真的會飛吧 走 這個水族館 接下來的水族館 就可以放到水族館 好多天 字幕组 好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這裡面了 然後人很多 因為我今天來的時候是假日 所以說不愧是 這邊是很有人氣的地方 你看後面這邊全部都是排隊要買票的人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這邊還有那個 因為現在已經快要到農曆過年 他們這邊還有那個 農曆過年的裝飾還滿可愛的 現在他這邊還有特別活動 只要出示護照就可以拿到日式的手金 到2018年的2月28號為止 至於我呢 我可是帶了護照來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去排隊買票 然後我們就準備進去吧 然後他這邊的票價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大人一個人是2200塊 然後如果你買年票的話是4400 等於一年之內你來兩次以上就很滑的來喔 YA 買到了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吧 拿護照可以拿到小禮物 那我們去看看吧 走 然後這個呢就是我剛才拿到那個小禮物 超可愛的 大家看到上面有很多那種 他們裡面的小動物在裡面 超級可愛的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進去看看吧 走 一進來的最這邊呢 還有這邊有各種語言的各種Pamphlet 像是有英文的 繁體中文的 簡體的 韓文的等等 還有這邊下面是他們的日文的都有喔 其實我還滿喜歡逛水旅館的 然後我們來看看這邊有些什麼樣的魚吧 喔 裡面真的超可愛的 超大隻的螃蟹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喔 這邊有個大水槽 大水槽 好大的烘魚啊 而且它這邊很方便的地方 就是它像我旁邊有這種 像這種說明文嘛 然後我們如果不會日文也沒有關係 它有提供這個QR Code 我們只要拿手機掃呢 就可以看到中文的說明喔 這個真的非常的棒耶 非常的方便喔 好 然後逛完之後你可以來這個賣店 這個地方可以買一些紀念品 這邊東西其實非常的 種類非常的豐富喔 然後也很多人來這邊逛 大家可以有興趣來這邊看看喔 哇 真的超特別的驚豔喔 好 那我們再往下一個地方前進吧 好 我們現在就要去看傳說中會飛的企鵝 對 然後就在這個室外展示的區域喔 然後往那個比較底的地方走 好像就會在 好像是在那邊嘛 那個 想想看到有很多人聚集的那邊 它上面那條路上好像很多汽兒在飛 有在游泳 我們去看看 哇 大家看 我的上面 我看到現在汽兒在我的上面 在我的頭上面游泳 超可愛的 超特別的 這個是我那個人生沒有經歷過的一項體驗 大家超多汽兒的 用這種角度看汽兒我還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啊 對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這種 像上面那種像水的一樣的道路 然後這邊會有那種海狗會經過 像牠現在在這裡 大家看到嗎 我的上面有一隻海狗 好 好 暖桌爐的位置耶 好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差不多中午了 剛剛逛完裡面 我們現在來牠這個吃飯的地方來看看 然後這邊Menu很可愛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還有像是這種 做成那種海洋造型的食物啊 甜點啊等等 很可愛 那我們就進去裡面吃一下東西吧 走 然後這邊的Menu也有分走 像這個是那個中文的 中文的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都有的Menu 還有日文的跟英文的等等都有喔 好 那我們來看看我要吃什麼 好 然後這邊還有賣像這種 企鵝的包子喔 很可愛 是嗎 另外還有像這種甜點的這種的就很可愛 非常可愛 謝謝 好 我們來坐外面這個 暖沛爐的座位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我們點了這個 這個好像是情人節限定的套餐喔 然後它裡面是那種牛肉 還有燉牛肉 然後還有我點了一杯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這個是一隻企鵝形狀 可能已經融化了 一隻企鵝形狀的調酒 好 那我現在要進到Kotatsu暖杯桌裡面了 超溫暖的 滿稀稀的 好 那我們就先來吃吃看吧 超濃厚 哇 好幸福喔 你要喝喝看它這個調酒 甜甜的 然後帶點薄荷的香味很好喝 超級不像從暖杯桌裡面出來的 可是下一場秀要開始了 所以我們現在先去看秀好了 哇 這邊超溫暖的 去完水族館呢 我們接下來要準備去它的那個展望台 就是觀景台 據說那邊的風景很漂亮 又可以去體驗那個VR VR的那種遊戲設施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準備去那邊展望台看看吧 然後它的展望台跟水族館是稍微有一點分開的 所以我們要先從水族館下來呢 然後走到展望台去 不要搞錯囉 就是這個 有這樣可以玩這種VR的感覺 好像還滿好玩的 這邊就是展望台啦 它在59樓 58樓的地方 然後就在這邊 那我們就進去吧 你好 好 這次也是一樣拿瓶的護照呢 可以換到特別的紀念品喔 好 這個就是這個展望台的送的這個護臉 很可愛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富士山 然後也是很有那種日本風味的感覺 超可愛 農曆春節之內來的都可以拿到喔 好 那我們趕快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什麼樣的景色吧 東京鐵塔在那邊 然後Skytree在這邊 近中的世界 這個 有點可怕 對 裡面我會不會突然間要回頭啊 對 接下來就是他們的這一個VR的體驗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子 大家看到裡面有人嗎 坐在一個像砲台上的地方 好 那我現在要去體驗囉 好 結束了 好 現在已經玩完了 然後目前的感想就是 它裡面看到的是那個3D動畫 有興趣的人可以來這邊體驗看看喔 然後這邊總共有3種不同的VR的設施 可以讓你體驗喔 嗯 體驗完了 很有臨場感 非常有臨場感 可是他們那個建模的精細度呢 可能要稍微再加強一點 對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來體驗看看 說真的在裡面畫面在晃的時候 我真的有那種跟在裡面在晃的那種看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可以來這邊試試看喔 這邊是池袋 像我們剛才那個 一開始的地方就在那個地方喔 我們剛才是順著這樣子 然後走這條路這樣走過來 對 來到這邊囉 好 然後據說呢 這邊如果天氣夠好的時候呢 那邊的這個地方呢 大約在這個左右呢 會是可以看得到富士山的喔 那邊是新宿的方向 至於看到富士山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呢 就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像這種感覺 今天有點小可惜看不到它 然後樓上一樣如果你想要吃飯的話可以吃喔 然後這邊一樣提供那種中文的Menu 非常的貼心 就是他們這邊的廁所呢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喔 我們來體驗一下 就是這種我們那種馬桶的地方 它有一間很特別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有一種 Disco式的裝潢 裡面很多人在跳舞 它就是一般的廁所 來 我們先進去看看喔 進來之後呢 好 然後我們就可以邊上廁所呢 邊擺動你的身體這樣 完全沒有辦法靜下心來上廁所 超好笑的 好 然後最後在回去之前呢 可以看到一個像這樣子的牆喔 然後如果你是真的有拍照片啊 然後就是在你的Facebook 或者是在那個IG 或者是在他們Twitter呢 去填上這個 這個Hashutaku這一個東西的話呢 你就有機會 你偷的稿就可能會被拖在這個上面喔 好 我現在已經打好文章了 然後我們馬上破文看看會不會顯示在上面 好 破文 喔 來了 我的破文出現在這裡了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對 我的破文就出現在這裡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不妨來玩玩看這一項 還滿有趣的 就是你馬上破文 馬上就會被蹬在上面了 還滿有意思的喔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這個我阿倫來到這個 池袋陽光城上面的水族館呢 跟觀景台的所一個分享跟介紹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像我真的覺得其實還滿不錯的 尤其是像這個外面的風景呢 很漂亮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喔 它的晚上的風景你聽說更是漂亮 然後我現在 因為我來的時候我還在中午 要等到晚上好像有點久 對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來到池袋的話呢 也可以不妨來到這邊來走走看看喔 我之後可能會去買那個水族館的那個年票吧 因為我真的覺得那個非常的滑得 而且它夏天呢 據說那邊還有在那個 就是可以在那邊喝酒啊 然後看那個水中動物啊 真的非常的棒喔 既能夠看到可愛的水中動物呢 又可以來到這麼高的地方去看到 那種外面那種漂亮的風景 我真的覺得還滿值得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 來到東京旅遊的話呢 也不妨可以試試看 來池袋陽光城的學術館 加上觀景台喔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阿倫頻道主要是跟大家介紹 然後我在日本的一些所見所聞呢 還有像是今天這種很特別 就沒想到在市區內居然會有那種 水族館可以看到那種 汽油在天空飛舞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棒 然後有機會的歡迎來訂閱我的頻道 來追蹤我在日本的一些影片資訊喔 還有這邊呢 是我的Facebook粉絲頁還有我的IG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我在日本的日常生活 還有那旁邊呢 這兩邊是我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點進去看看 那麼大家再見囉 等你要持在陽光城的水族館跟觀景台 實在是太棒啦 趕快來喔 超划算的 來吧 快點 三道網